免忘去機場免稅店裡頭空蕩蕩 現在民眾一下飛機 出關逃離都快來不及了 根本沒人想逛免稅店 甚至連口罩都沒人買 他是想說盡量可以不要去逛就不要逛 對了 都沒有嘛 特地交代他都不要把手套什麼脫掉 什麼東西都不要購買 連飯都不要吃 桃園機場免稅店 面臨有史以來最慘的遭遇 22號當天甚至還有店家 一天營業額只有288塊 我的商店的業績已經到了掛蛋的情形 那一千塊以下的商店昨天已經有三家 開一天賠一天 連付員工的薪水都不夠 驚喜相比 以往遊客最愛的伴手禮商店 如今店內卻看不到半個客人 現在上班的有30幾個人 可是卻一個客戶都沒有 機場免稅店有別於一般百貨零售業 店內的商品全有業者買斷 庫存壓力相當大 再加上食品 營養保健品和藥品類 保存期限相對短 過期必須銷毀 業者只好另尋出路 降低損失 針對員工買衣送衣等等的這樣促銷 來把庫存也盡量的消化 希望透過跟桃園市政府也好 跟機捷等等的單位 來辦這個原購的這個活動 從24號開始機場禁止旅客來台轉機 對於免稅店業者無疑是雪上加霜 雖然淘機也減免店家的稅金跟權利金 但等不到旅客上門 營運陷入前所未有的挑戰 免稅店也只能尋求和大企業合作 祭出優惠原購 盡量將貨物出清賣多少算多少 記者劉志展林玉娟 檀面報導